7月份,中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6.5% 其中,食品价格上涨14.8%,对价格总体水平影响最大,达到了4.38个百分点 而食品类中,猪肉价格上涨56.7%,影响价格总体水平上涨1.46个百分点 为缓减物价上涨给低收入人群带来的压力 22个省区市启动了物价上涨补贴联动机制 中国发改委有关人士透露,原计划31个省市区在年底之前要建立物价联动机制 现在要提前到10月份之前都建立起来 中国国家发改委价格斯副司长周网军表示 联动机制建立起来以后,将覆盖全中国低收入人群9000万 未来还要调整联动机制的启动条件,降低启动标准 他同时表示,标准普尔下调美国政府主权信用等级后 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急剧下降 这有利于下一步稳定国内相关的大宗商品的价格 另外,翘尾因素逐步回落,也是稳定价格的一个利好因素 周网军同时表示,从下半年整个形势看 物价形势仍然谨慎乐观 应该说,这一轮的物价上涨已经临近了拐点